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浩宇医师的中医大补帖时间 我们很荣誉能够请到高浩宇医师 那请浩宇医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高浩宇 我现在任职在马街医院的中医部 大家如果有什么中医的问题都可以来询问我 OK,好,那欢迎高医师来过来到电台 那我相信说其实现在的天气、气候 或者是说早晚日夜问差等等的 都会造成一些人们很多状况 那也不知道说浩宇医师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咨询服务呢 其实我们中医是从根本可以调理开始 所以比如说你平常常常觉得疲倦 或者是你对于这种天气变化觉得很不舒服 你都可以来看中医 因为中医会可以从你的体质来调整 当我们把体质调好之后 你这些身体的不舒服就会渐渐的消失了 好,那不然我说高医师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当人有时生理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要求医之前 我们就有大部分都有两种选择 就是中医跟西医 那这两个到底怎么差别呢 我们可不可以请高医师来跟我们来稍微的介绍一下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 比较严重的病就看西医 那比较轻症就看中医 那在大部分的状况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对的 比如说你如果今天是被车祸 被车子撞到了 你发生车祸 那当然你去看西医去开刀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疾病也是可以看中医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疾病是可以看中医的 第一个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疾病 也就是说你今天 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 那这些不舒服你去大医院做了很多检查 比如说你常常觉得肠胃不适 那你去照胃镜 那你可能也做了很多的抽血的检查 照了X光 可是你后来还是发现你的胃痛都还是没有比较好 或者是有比较好 但是你还是不满意 这个时候在医学上你就称作一种功能性的疾病 也就是说你的胃可能没有真的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这个胃的功能出了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疾病其实就很适合看中医 那因为中医跟西医不一样的地方是 西医它比较像是一个很精准的医学 好比我们有一座森林 西医就会把某一棵树拿出来看得很仔细 把每一个叶子的纹路都看得很细 而中医它是一个整体观的医学 所以它会看这整座森林的样子 那因此中医的切入的观点 就会跟西医有一些不一样 以刚刚的功能性的疾病来讲 这就是一个中医的强项 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来到门诊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他本来胃很不舒服 吃了西药可能有比较好 但是还是有七八成觉得不够缓解 这个时候服用中药效果就会蛮好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类的疾病也很适合来看中医 也就是我们这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去医院 我们如果看西医 西医会给我们很多的抗生素 抗生素通常是比较针对细菌方面来做治疗 但是如果今天你得到的是譬如说肠胃型的感冒 或是你得到一些病毒的感冒 那这样的感冒你到医院看病 其实很多时候西医是给你一些症状治疗 那中医当然也有症状治疗的药 所谓的症状治疗就是改善你这些 咳嗽打喷嚏流鼻水等等不舒服的症状 但是中医有一个特长 这个特长就是补 我们常常听到说天气比较冷了 哇啦你要吃一点补 所以这个补是我们中国医学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药物 或者是透过针灸的方式 让你的免疫力增强 那当你的免疫力增强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清除你体内的这些病毒 所以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这些病毒感染性的疾病 比如说你得到了普通的感冒 或者是流行性的感冒 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中医来治疗 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现代在随着这个人口老化 造成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慢性病跟老年病 那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有 三高的症候群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等 或者是有些人 有一些老年人的疾患 可能年纪大了 开始觉得筋骨酸痛 开始觉得消化不好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来服用中药 那因为对于这些慢性病 中医其实是有很多 各式各样不同的治疗方式 当然这并不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去吃西药 而是我们发现很多病人 当他同时服用中药又服用西药 其实对他的治疗效果是更好的 那以老年人的疾病来讲 比如说很多人年纪大了 开始觉得消化不好 或者是开始会觉得睡不着 那这个时候服用中药 我们就可以给一些来调和体质的药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中医他有补的性质 那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了 其实我们的身体 渐渐走向一个退化的方向 这个时候就可以服用一些中药 来调整体质 来让你失去的这些 身体的营养精华 渐渐的被补上来 所以刚刚医生有提到补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有提到针灸 那针灸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针灸呢 其实针灸是一个很棒的医学 以前的人讲到说 一针二九三用药 也就是说生病的人 其实第一个可以做的是针灸这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对针灸 稍微有研究的朋友就会知道 在WHO在1996年就提出了 64种针灸的适应症 也就是发现说 有64种不同的疾病 这些疾病都有大大小小的研究 来发现针灸对它们是有帮助的 那以我们最常想到针灸的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对疼痛的控制 也就是你今天可能筋骨酸痛 这个酸痛不管是急性的 所谓的急性可能就是 你今天不小心跌倒了 你走路扭到了 这个时候针灸对这样的扭伤是很有帮助的 又或者是你今天的痛是一个慢性的疼痛 所谓的慢性的疼痛指的就是 可能譬如说你退化性关节炎 或者是你长期因为工作 不断的打字打电脑 造成肩膀的疼痛 这样的痛 针灸是很有帮助的 那接下来 我们刚刚讲到痛出了肌肉的痛 再来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一些像 偏头痛啊 偏头痛的病人来针灸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过敏性鼻炎 其实也有一些研究讲到 针灸也有帮助 那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文明病 胃食道逆流 也有研究讲到说 当你给胃食道逆流的病人针灸之后 会发现这个效果 可以针灸的效果可以减少它 使用西药的剂量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认识 很多的痛症 不管是偏头痛 腰痛 坐骨神经痛 肩膀痛 心痛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其实心痛也有办法 也有一些研究讲到说 这些心情比较不好的病人 针灸可以去调节他的 胶感神经跟腹胶感神经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认识的是痛症 那痛症就当然还有包含像 心痛这样的状况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研究 讲到的是 比如说我们中风 或者是脑伤的病人 这样的病人经过针灸治疗之后 也会比较好 那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失眠 其实在针灸之后 有很多病人也会因为这样子 而睡得比较好 比如说之前 有一个大神来到我的门诊 他就一直抱怨说 他都睡不好 结果帮他征几针之后 他当天晚上就觉得 不错 今天好奇妙 今天竟然就睡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不只是我们传统 我们所想到的这些痛 可以来针灸 就连很多这些内科的疾病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过敏 或者是失眠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些肠胃道症状 胃食道逆流 其实针灸都有帮助 好的 那谢谢高医师的介绍跟分享 那我相信说 我们转角预见你这个节目 来开辟这个新的单元 希望能够提供各位听众 有更多的中医 以及一些医学尝试 还有一些养生之道 那高医师 有没有什么要做预告的呢 我们前阵子讲到说 这个武汉肺炎 造成很多人人心惶惶 那所以对抗这种疾病 其实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那我们要怎么样提高 我们的免疫力呢 当然有很多方法 那其中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要睡得好 因此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会来跟大家谈谈 现在很多人困扰的疾病 失眠 究竟我们睡不好的时候 到底该做什么呢 而失眠 中医又可以做什么样的治疗呢 好 那我们谢谢高医师的分享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